22岁那年就凭借一部《陈情令》机身顶流 即便放眼娱乐圈也是无比励志的存在 作品在京不在多 《陈情令》有匪两部作品下来 已基本奠定了王一博在电视圈的地位 在不少网友看来 《陈情令》中颜值全然是靠魏无羡称起 王一博甚至连男主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男配 有匪中也是由赵立尹 赵立尹撑起的全剧 王一博只不过起到陪衬作用 其实 陈情令一直都是以双男主为宣传的 刘斐也是打着王一博 自陈情令之后的又一例做和付出后的赵立尹 强强联合而宣传 双方都功不可没 至于古装扮相 明眼人都不难看出王龙华 吴建豪等人和王一博的差距 这个投票 更像是指王一博的古装和现代装的差距之大 再配合他独代的少年清冷之气 更显得帅气炫酷 酷盖一次 兴许便源自于此 在很多人看来 王一博是名演员 但也是位爱豆 他唱跳俱佳 但眼线 眼影加持 脂粉味太重 掩盖了他原有的外貌 这个观点 直到他参演兵与火 以一头寸头现身而被击破 网友惊奇地发现 没有了那些他们眼中的奇装衣服和涂脂抹粉 这个一身白替配牛仔 清清爽爽的王一博居然更帅了 近期在电影《无名》中 王一博罕见挑战了杯头造型 他一身西装革履 一手拿酒杯 一手叼着香烟 好一副老派作风 但网友却完全被他的颜值所吸引 还有这一身也是走路带风的节奏 不过是一张简单的路透图 也被他走出了剃台的范儿 气质这一块 果真无语争锋 凌乱和湿润的发型 搭配未知的眼神 这张照片同样充满了魅惑力 王一博的时尚感从来不一般 他仿佛对时尚有着独特的表现力 让镜头也无法忽视 我承认我是王一博的眼粉 这几个造型确实杀到我了 但以后别说王一博是靠气质取胜了 他这几个造型完全是靠颜值撑起来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